好我們看在這裡 他說某班有45個人 做問見調查 調查有手機有平板人數 其中 有手機有35個人 有平板有24個人 我們去假設A是有手機有平板 B有手機沒平板 C沒手機有平板 豬 沒手機沒平板 哪怕你去比較ABC豬之間大小關係 那怎麼比較 其實我們把題目給條件 把它畫出來看好不好 全班45個人 有手機的有35個人 有平板有幾個人 24個人 這樣行不行 我把條件這些給列上去 A代表有手機有平板 A是這一塊 B代表有手機沒平板 有手機沒平板 是這一塊 C代表沒手機有平板 沒手機有平板 是這一塊 豬是 沒手機沒平板 是這一塊 問題來啊 好麻煩你把ABC豬的 大小關係比較 因為題目就有告訴我說 有手機 這塊是35 有平板這塊是 24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平了這兩塊條件 這邊是35 這邊是24 老師問你有辦法把ABC豬 找到嗎 能夠把ABC豬的 確確值找到嗎 沒辦法 老師那怎麼辦 所以說這題後麻煩你 只能用猜想的 把ABC豬的 好不好 範圍找到 在前面怎麼找 其實要求這ABC豬範圍時 關鍵點在哪邊 在這個A 因為我知道有手機 我也知道有平板了 我只要能夠把這塊A找到 接著BBC豬 都出來了 對吧 那這塊A是誰 有手機而且有平板了 那怎麼找 你去想像一下 請問告訴我 有手機有幾人 有35個人 好 有35個人 有手機 好不好你去想像 好不好 畫這個表來 想像一下 有手機有35個人 那全盤幾人 45個人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有10個人 是沒有手機 看行不行 好 把有手機畫出來 有這麼多人 再看有平板 有平板是有幾人 24個人 我剛講過 關鍵點 我要找出A A是誰 有手機 有平板 所以說要把A的 範圍找到 這樣行不行 第一種範圍 我可能有平板的 24個人 都在手機範圍之內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說有手機有平板 最多最多有幾人 24人 行不行 這沒有爭議嘛 我有平板是24個人 這24個人都在手機範圍嘛 所以說最多來講是24人 那最少 什麼叫最少 有手機有平板最少多少人 也就是24個人 盡量不要跟這35個人重疊 所以24個人盡量不跟這35個人重疊的情況之下 所以說我先把24個人 塞10個人過來 這樣行不行 塞過來之後不管你怎麼塞 很抱歉 這邊重疊了 還會有幾人 14人 對吧 最重疊的地方 至少會有幾人 14個人 所以說我知道有手機有平板 最少最少會有幾人 14人 行不行 所以說我這樣子就可以推估 A的範圍了 對吧 好 推估A的範圍之後 來 我們開始 把帶入這個表格來 我剛講過有兩種情況 有最大有最小 所以說我們這時候 就把這兩種情況各化一次 那第一種狀況 A最大14起24 A最小14起14 好我們慢慢來了 好 你看一下有手機有幾人 35人 這一塊是35人 這24 這邊是7 11 看行不行 好 平板是24個人 有平板是24 是不是這邊24 所以不要怕 可見這邊是7 0嘛 因為這時候有平板都有手機的嘛 所以說有平板沒手機的7 0嘛 行不行你就勇敢一點 寫0 看行不行 好 這兩塊相加是35 應該說這三塊相加是35 全部是幾人 45人 可見這邊是7 10 出來了 這第一種狀況 第二種狀況 但這邊是14的時候呢 來告訴我 有手機幾人 35人 這塊是35 扣掉14 這這邊是7 21 對吧 有平板是24 這塊是24 對不對 扣掉14這邊剩幾 10 告訴我把這邊 加起來給我自己 45 全班人數是45人 可見沒手機沒平板 這邊是7 0 對吧 可不可以 大家都有手機或是有平板了嘛 所以說沒手機沒平板自己 0 所以說這時候是可以推估出來 其中A 你看一下A 可不可以 你看一下A A的最大時是起24 最小時是起10 再看B B的最大時是起21 最小時是起11 C C的最大時是10 最小時是0 輸的最大時也是10 最小時是起0 這樣行不行 在這些情況之下 可以嗎 可以喔 麻煩你 開始來喔 來我們看一下第一種狀況 他說A一定大於B嗎 A一定大於1嗎 不一定 他搞不好A是11嘛 這邊是多少嘛 對不對 所以說A一定大於B嗎 不一定 那老師可以知道 第二選項B選項 A大於C 對嗎 而 A最小時起 A最小時起10嘛 對吧喔 A最小時 抱歉A最小這邊是14 好不好 OK 不好意思喔 所以說A這邊是起14 A是24到14嘛 所以說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一個選項 A一定大於B嗎 不一定 第二個選項 A一定大於C嗎 對 A最小時是14 B的最大時就有10嘛 所以A一定大於C是對的 那 第三個選項B一定大於C嗎 B的最大時是11 最小時是11 這邊最大時是10 所以B大於C也是對的 再來 第四個選項 B大於C對嗎 B最小是11 這邊最小時是10 所以B大於C也是對的 來 C一定大於C嗎 不一定 所以說正確選項是誰 B選項 C選項 豬選項 這樣可不可以 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OK